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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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不会爱你》 虽然开播前张若云进了史上最昂贵水军 前来轮薄转发 然而似乎并没有什么用 无论收视 网播还是热度 爱情进化论都被消灭压得死死的 这部剧展示了正步入亲属阶段的事业成功但感情空白的职场新女性爱若曼与好友陆飞相互陪伴 重现认知自己 完成自我进化的成长故事 相比台版的文艺小清新 游戏力传媒反拍的这版 融入了更多内地现实题材剧的感觉 可以说是按社会话题剧进行配置的 美集后面还安排了采访素人的彩蛋 但不巧的是 上周可以说是八卦集中爆发 张大峰出轨 看亲子分手 张欣宇结婚 陆凯同事事 基本上占了各自媒体大号的头条 爱情进化论 并没有引起多大水花 此外仔细想来 如今剧台版开播已有七年之久 最大与女性婚恋语之场的讨论 已经没有多新鲜 而越来越习惯感情细致给的观众 也未必能欣赏男女主之间名一样的关系 对于原版粉丝来说 内地版虽然在许多小段上 几乎是一比一复刻 但还是没能抓到精髓 不过据说 主要的改动在后半部分的情感发展 我们也将持续观察 网播剧 沙哈推出翻外网络电影 南海三叔也新布小上周 爱奇艺 延续攻略 腾讯视频沙海 有酷妹者无家 分别以14.21 4.6亿 3.6亿播放 亮灯上周放前三 最新消息显示 爱奇艺宣布延续攻略加更 改为周二至周日每晚更新两集 另一方面 沙海渐入佳境 情怀满分 评分升至6.9 8月3日 由南海藏鱼 骑鼠 有鱼等公司 联合出品的网络电影 沙海翻外之榜人在腾讯视频开播 总播放量已达到1810万 网剧 网络电影 IP联动 在业内已有限力 老酒门 鬼吹灯之木野鬼市 灵魂百度等都曾推出翻外网大 据悉 沙海翻外电影 预计共有十部 以无邪的无山区为地标 讲述无山区的火鸡们神兵八生的神秘事件 从内容上填补和丰富整个盗墓笔记宇宙 从风格上看 这一系列翻外没有沙海那么轻松热血 更加迎合网大市场的直男口味 但这同时 也导致翻外没能得到剧粉和书粉的承认 可见即便是翻外 内容水准也不容忽视 否则消耗的还是IP与作证本身啊 ZN的脸则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